如果皮肤有附加属性会怎样? 粉丝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 众所周知,和平精的皮肤是没有任何属性的 那么如果吃鸡改版,给人物皮肤附加10点血 武器皮肤加一点攻击力,游戏会有什么变化呢? 1. 客金和资深玩家大加强 其实吃鸡中的人物皮肤和武器皮肤只有两种获取方式 一种是冲钱,什么皮肤都会有 第二种就是花费大量时间,获得每次活动送的皮肤 这两种方式对应的分别是客金玩家和资深玩家 因此如果皮肤有附加属性的话 也是这两种玩家得到大加强 普通和萌兴玩家就难受了 一落地就比人家少时间写 武器还比人家少一点攻击力 2. 单发剧大穴弱 其实皮肤增加的那点属性对普通枪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单发剧来说就太难受了 面对100点血的敌人还好 98k M24基本可以稳稳击杀满血二级头的敌人 AWM可以稳稳击杀满血三级头 可现在敌人的血量变成了110点 98k M24本来打二级头也就110多的伤害 只要距离稍微一远 伤害一衰减 根本无法一击必杀二级头 AWM也是同理 如果这样改 单发剧是彻底废了 像这样的变化应该有很多 交伙伴们你们觉得还会有什么变化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